在综艺娱乐百分百中,33岁的柯蓬宇因为在《狼人杀单元》中亮眼的表现,逐渐打开了知名度。 据悉,柯蓬宇以演员身份出道,曾经挑战过叛逆高中生,吸毒贩,作恶多端的流氓等不同类型的角色。 后来作为歌手推出了单曲《非卖的青春》,近日就有媒体爆出了柯蓬宇的绯闻。 在7月15日凌晨左右,柯蓬宇结束电台工作,与两名女子一同离开了电台大楼。 其中一个女生独自搭乘机车车离去,另一个女生则在电台门口继续和柯蓬宇聊天,后来还拿起手机一起自拍。 将近半个钟头后,两人才一起租了一辆共享机车离去。 一点多,两人来到了大安区一处镜像内的民宅前,又开始聊起来,过了40分钟才结束话题。 再次自拍后,柯蓬宇和女生道别,独自骑车而去。 爆料中,柯蓬宇与这名女子相处融洽有亲密,也被网友怀疑她的感情世界有了新的进展。 之前,柯蓬宇在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是工作狂,也是因为事业跟权利友分手。 她还透露因为她的女神是徐若萱,自己还制作了好几本关于徐若萱的简报。 后来连女友标准也是喜欢长得像徐若萱的女生,可见对另一半的要求之高。